芒果台急了 批哥四三公主对自己的亲儿子杜海涛再次惹人厌 才明白何炯说的那番话 作为家喻户晓的快乐家族中的一员 杜海涛相当于芒果台的亲儿子 但自从快乐大本营停播后 快乐家族被芒果台弃用 除了何炯依然是芒果台的顶梁柱之外 其他成员都各自单飞 曾经的小透明无心得到的机会最多 正值当打之年的杜海涛却一直无缘芒果台的节目 人气也急速下跌 直至芒果台下半年开播的披荆斩集四 杜海涛才以嘉宾的身份回归 他自己也很开心 信心爆棚 直言没有压力 能不能来才是他最大的压力 他做梦都想参加披荆斩集四 以及重回娘家录制节目 原以为杜海涛说自己没有压力 只是开玩笑 但看了节目播出 才发现他对自己是真的迷之自信 特别是他对于自己的说唱能力引以为傲 在二宫时就向队长早安直直点点 也坑了队友一把 在歌手节目的第二轮公演 二宫组队环节中 早安部落选择了灵魂歌手这首歌曲进行演绎 早安深知这首歌曲的意义 为了使之更具特色 他大胆地征得了原唱者梁博的同意 加入了一段自己创作的说唱词 这一创新得到了团队成员的认可 大家都期待着能够在舞台上呈现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 然而就在准备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时 杜海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先是针对早安所写的说唱词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希望能够让歌词更加完美 早安虽然对原词有所坚持 但考虑到团队的整体性 他还是认真听取了杜海涛的意见 并对歌词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杜海涛接着提出了一个让早安感到为难的请求 他希望自己也参与到这段说唱中来 早安心中意紧 他深知这样的变动可能会破坏说唱部分的情感连贯性和情绪表达 在早安的设想中 这段说唱是一个人的独白 是对灵魂歌手主题的一种深刻诠释 多人参与可能会削弱这种效果 早安陷入了矛盾 他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提议 但面对杜海涛的热情和坚持 他又不懂得如何拒绝 在团队的和谐与个人的创作理念之间 早安最终选择了妥协 他被迫接受了杜海涛的参与 尽管这并非他的初衷 在随后的排练中 早安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 试图将杜海涛的说唱《荣路原有》的设计中 虽然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挑战 但早安始终保持着专业态度 尽力让整个表演达到最佳状态 最终 在二宫的舞台上 早安部落呈现了一个融合了新旧元素 充满张力的灵魂歌手 尽管早安心中仍有遗憾 但观众的热情反响和团队成员的满意笑容 让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节目第一次彩排时 导演指出了很多问题 彩排被中断 早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针对存在问题 他一一提出了解决办法 化繁为简 其中就包括将多人说唱改回单人说唱 但杜海涛就急眼了 他不同意这样的改动 说自己要抗争一下 杜海涛此时还唱反调 情伤之低令人吃惊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杜海涛的情绪 当正式表演灵魂歌手时 竟然让杜海涛先唱 但他唱的两句歌词就像念白 完全垮了 导致舞台的火力值全场最低 连累对有熊子其惨遭淘汰 节目播出后 杜海涛难听杜海涛什么时候淘汰 等话题冲上了热缩吧 网友纷纷吐槽最该淘汰的人是杜海涛 芒果台为保自己人 淘汰了更有实力的人 诗相太难看了 杜海涛仍不知悔改 在三公组队时 他再次上演了骚操作 厌恶感再度上升 三公式同盟合作战 哥哥队和弟弟队可以自由组合 胡夏和早安二人惺惺相惜 很想合作 但各自的队员却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两人都犹豫不决 早安就带着两名队原杜海涛和宁环宇 找到了李克勤部落 看有没合作的可能 李克勤直截了当地说 已经和友掌静达成盟约 但他同时表达了对早安的欣赏 说看了早安的初舞台就想跟他合作 又上网查了很多早安的资料 发现他真的很厉害 李克勤又指着宁环宇说 他的初舞台也让自己很惊讶 唱得很好 早安表示认同 又主动提到杜海涛也是一个说唱歌手 李克勤就说自己知道 非常惊讶 李克勤说在这个阶段里 如果有机会的话 自己很希望能跟早安合作 看得出李克勤是真的欣赏早安 也有点挨屋挤屋 对他的队员都夸了一遍 但很显然有客套的成分 杜海涛却有点沾沾自喜 真以为自己也是强者了 当看到李克勤和有掌镜上台 准备结成同盟时 杜海涛就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们的结盟仪式 他问李克勤还可以再表达争取吗 李克勤只能说可以 其四军也不嫌势大 说他们两人还没有按下手艺 所以杜海涛还能争取 其他哥哥也纷纷附和 大家都想看热闹 在披荆斩集四的舞台上 竞争与合作交织 每个决定都至关重要 杜海涛这位曾经的风云主持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 显得有些紧张 他的话语开始结巴 显然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他解释说 自己的紧张是因为他并不知道 他们之间已经结盟了 他当才还在与李克勤深入交流 对目前的局势已无所知 其四军看出了杜海涛的尴尬和犹豫 他趁机提出 为了不留遗憾 我们是否应该再争取一下 这句话像是在杜海涛心中掀起了波澜 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 但此时的他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杜海涛的尴尬意于言表 他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在这个关键时刻 宁环宇站了出来 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要不我们先问下胡下的意见吧 这个提议让杜海涛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商量一下 李克勤 这位经验丰富的歌手 面对杜海涛的请求 没有丝毫犹豫 爽快地答应了 他的大度让紧张的气氛稍微缓糊了一些 也给杜海涛和他的队友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在这一分钟的时间里 杜海涛 宁环宇和胡下迅速交换了一件 试图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最佳的应对策略 这一幕在舞台上紧张而微妙 观众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几位选手身上 杜海涛的紧张 其思军的机制 宁环宇的稳重 李克勤的大度 每个人的反应都体现了 他们在面对突发情况时的性格和智慧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这个过程都将成为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难忘的记忆 不过 杜海涛的举动也将李克勤搞懵了 他明明跟早安部落说了自己跟友掌镜已达成盟约 为何杜海涛还要搞这一出呢 所以他甚至怀疑 杜海涛他们是想跟友掌镜部落结盟 连台下吃瓜的哥哥们 都看不懂早安部落究竟是想跟哪个部落结盟了 但杜海涛说的一分钟却最终促成了早安部落和胡夏部落达成结盟 李克勤和友掌镜两个部落的结盟一事得以继续进行 杜海涛冒事的举动实在令人费解 难道他开始没听到李克勤说已经和友掌镜结盟的话吗 难道他听不出李克勤对他们每个人赞美的话 是包含了人情事故吗 掏开这些不说 李克勤和友掌镜都已经上台准备宣誓了 谁都能看出他们的结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杜海涛却在没有和队友商量的情况下 就贸然发表自己的主张 除了徒增笑话 能有一点实际作用吗 芒果台 这个以娱乐节目著称的电视台 近年来在男主持人方面似乎遇到了一些难题 出现了断层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 按理说应该更加珍惜手头的主持人资源 然而芒果台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弃用了有着一定知名度的杜海涛 这个决定并非仅仅因为杜海涛的主持水平不够高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的一些行为举止 让人感到貌视其情商堪忧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 就是杜海涛在某颁奖礼上的惊人一跪 面对韩国明星 他不仅失去了作为主持人的稳重 更是以跪地的方式表达敬意 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不少观众对此表示难以接受 这样的举动无疑给芒果台带来了负面影响 也让杜海涛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 离开芒果台的庇护 杜海涛的人气急剧下跌 他急需一个翻身的机会 而披荆斩棘4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如果他能在这个节目中好好表现 展现出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人格魅力 未必不能挽回一波人气 甚至有可能重新获得芒果台的青睐 参与到更多综艺节目的录制中 然而杜海涛并没有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 在披荆斩棘4中的表现 不仅没有为他加分 反而让他的口碑进一步下挫 他的表现或许没有达到观众的期待 甚至可能再次出现了让人诟病的行为 这样的结果 让人不禁感叹 如果他当初没有参加这个节目 或许还能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和期待值 杜海涛的这一系列行为 无疑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打击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每一次表现都可能成为命运的转折点 杜海涛的例子告诉我们 无论是谁 都需要时刻保持专业素养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否则即使是曾经的知名主持人 也可能在转瞬之间失去一切